今天的采访报道 好 透过南投交流道 带您前进观光大线 西畔正在大兴楚目 县政府公务处的人员 在现场仔细进行会刊 因为这里未来将会是南投市区 前往国道最近的交流道 为什么南投市区还要增设交流道 县长李朝鑫强调 南投虽然是观光大线 却苦无一座交流道 因此向交通部争取 终于在98年7月正式核定设置 那么交流道 在今年已经通过 高通部心客通过 已经要发报来做这个企业 那么在15块块企业后 就是要来十天 总要移动一百零一年 现在九十八年 一百零一年三年来 就要来完成通车 高通局目前已经将交流道 规划设计案 上网公告招表 总经费高达17亿3900万元 除了交流道之外 还包括四条连外道路 预估在民国一百零一年完工 多了这条南投交流道 交通往来更加便利 让我们很多的游客 更加便利更快速的 可以进到南投市区 那尤其我们现在 整个一个周边的计划 道路包括活动 都已经开始陆续在进行的 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未来民众往来南投 不断缩短距离 节省时间 也能为地方带来更多观光人潮 三星吴昆云南投报道